各位观众大家好!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请记得订阅、留言、按赞,或者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。 华为最近非常养眼了。 不是任正非的孟姜女哭倒了每家五眼联盟长城, 而是她一个在华为工作十多年的员工, 据说看不惯有人败换任老板的公司, 初来维护华为公司和老板的利益,而被逼离职。 在协议离职谈判获得华为补偿之后, 突然无端被华为控告敲诈并立即被抓进监狱, 关押长达大半年。 此员工大难不死,居然在被收监关押大半年之后被无罪释放, 还因被无辜关押获得党国罕见的国家补偿。 而华为不要一分钱花费,更无需道歉。 戏剧性的是, 这位员工当年被抓进监狱神不知鬼不觉, 如今被国家释放补偿, 党国竟然允许此事在网上沸沸扬扬, 网上草民怒骂华为的推压压, 王沪宁他们一旦宣传喉舌噪音杂音销音控制者居然在打瞌睡, 似乎已瞬间任正非这位民族几辆英雄, 以及华为这个中国国家力挺的世界国宝及民营企业, 竟然可以被戳几两倍忘义了。 这确实是重要的气候水文天象指标, 重要道舌在冬天出众, 颠覆大白天乱飞那样值得观察研究的反常党国意向。 华为自从被川普、特朗普点名表扬起, 被中国全党全民全军举国一致力挺, 就说明证明了这么一个常年只能意会不变言传的现实, 华为是特殊的中国国有权贵企业, 类似的还有海航等。 华为更特殊, 是情报军工顶家权贵国有企业, 任老板只是白手套总管家。 管家类似于江湖被邓承宝等元老股东托管整个国家, 江湖也要最终把自己变成股东, 干股CEO。 总管家主要为权贵股东负责, 要摆平衡, 也会被平衡摆弄。 而这些中国特色权贵国家公司股东, 不只是为了钱, 主要是争权。 当国民的钱包随便任抛时, 他们不存在亏本问题, 也就无所谓利润。 比如当年老毛红旗作假, 以及两弹一星, 无所谓成本利润, 举国之力只是要搞出来就行。 任何资产都是几乎无常调波的, 无论放北京深圳香港还是温哥华洛杉矶日内瓦, 都是他们的有型豪宅或无型资产。 这就是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, 金朝鲜赞瞪眼羡慕的, 美帝主导的世界体系优惠, 也是华为可以在世界所向披靡同时打破死的金刚之秘诀。 这样的国有民企, 内部的资源浪费管理腐败之类绝对是正常的, 甚至必须的, 傻冒员工向维护自己老爸家产一样出来检举揭发, 就如同他在网上大街上大喊大叫党国天下哪里老鼠横行一样, 不抓你进局自是公安局长有精神病。 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民企成为了把国刺破蓝天奥视苍穹之利剑之计, 其在世界上所向披靡, 靠的就是这种闪亮金庄。 这种关键时刻居然有一个内部书呆子员工出来爆料, 让他人之气灭自己威风, 是可忍孰不可忍。 深圳公安局长不需要进中央党校培训, 就有这种最欺骂的革命觉悟。 他不需要华为行贿送礼, 只要一声招呼, 捏死这只臭宠没商量。 问题是这种臭宠没有被捏死, 还放声出来了, 让大家平头品足哇哇叫嚷。 这也就成了党国意象, 中国特色。 中国特色还不止于此。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东不合也是常态, 但是吵架的基本途径是内部争吵不行就对付公堂, 只有墨西哥俄罗斯等动不动动用黑社会。 中国红色权贵资本家股东之间不动用黑社会, 也犯不着互相对付公堂。 他们有独特的党内斗争方式, 从景档山到延安到如今与时俱进。 华为是否开启另外一种新颖扬言的好戏, 大家拭目以待吧。